你好 开心握手合影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 21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面 央视报导指出 这次双方针对乌克兰问题提出讨论 习近平表示 中方秉持一贯立场 积极劝和促谈 希望俄乌双方保持理性克制 展开全面对话 梅德韦杰夫更转交普丁的亲笔信 给习近平 表示乌克兰危机原因十分复杂 俄罗斯愿意透过和谈解决问题 不过事实上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被西方强力制裁之后 频频转向北京 寻求经济政治上的协助 这回前总统甚至特别造访北京 也引发外界关注 多谢观看新综合报导 音乐